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像影子吹着我梦游 我可以躺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紧迫 嗨大家好 我是左依 今天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有很多朋友 说我总是在家里吃 然后今天我要走出去 探寻美食 然后分享的事给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 踏上探电池里吧 走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成都吃客 其实成都吃客它是一家 在成都特别火的网红餐馆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周庆吧 走出去看看 前面还有三十多 我们来说要找个东西找个东西 太上齐了 然后他们家的菜 感觉都特别有食欲 都是那种对我口味的香辣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就吃吃看吧 我要先吃一个这个菜 打开他们家的店的第一口 它是在糖醋排骨本身身上 是有加了一些鲜辣的元素 它里面有红薯在里面 给它游离下去 然后再浸坐进去 红薯的味道也很香 这是他们家比较火的五花肉 我要试试看 就真的是刚才我在外面 等位置的时候闻到那个香味 你知道等位置的时候 就这种每闻到一个 特别香的那样味 你觉得 永生嫩嫩的味道 但我觉得他们的五花肉肉肉 比我想象很软 要稍微硬一点点 如果它再软一点就好了 看这个是排骨块 蒜香排骨 比起五花肉我更喜欢蒜香排骨 因为五花肉它因为炒酒了嘛 会肉更紧一点 然后它的肉会软软的 吃虾之前 我要给大家说说 今天我带我男朋友来的 男朋友来的 我们做的虾看 自在男朋友的效果 虾已经剥好了 就可以直接吃了 它的肉质是比较Q的那种 上面有芋头 然后这是一坨一坨的芋头 所以它叫驼驼虾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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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